从双区线到两将之星, 北京时间5月17日7时33分31秒, 内蒙古阿拉山蒙某界地传来一声巨响, 随着一号指挥员发出点火指令, 一枚高约9米的白色火箭腾空而起, 转眼边在天空中,留下一条长长白色尾翅, 随后间接飞出人们的目视范围。 5分钟后,火箭按照计划落入指定区域, 按照火箭研制方01空间的说法, 这是国内首枚明明自研商用压轨的火箭, 这枚火箭名为重庆两将之星, 剑长9米,重7200公斤, 火箭舰身上涂装着由重庆两将之星文字和包围文字的两条曲线图案, 这两条曲线采用两家新吃标志配色, 分别代表着在重庆交汇的长江和嘉陵江, 而01空间这家公司和重庆两家新区的公联还不止于此, 这家2015年8月成立于北京的公司, 去年2月已经在重庆两家新区落地并成立自公司, 重庆01空间航天科技有限公司, 依托重庆两家新区的通用航空, 高端装备, 电子信息等方面的特殊信息差解极其具有优势, 他们在两家新区布局的火箭基地金域也正式动工, 该基地一切占地50亩, 今年年底就能正式投用, 建成后, 据称拥有年产38日的火箭总装测试及试验能力, 调装中的重庆两家之星火箭, 借此, 01空间希望能成为国内首家拥有完整的火箭研发、设计、 生产、 总装等自主知识差全的民营企业, 但这样的国产运营火箭, 重庆两家之星并不是第一发, 4月5日凌晨2点, 北京星际荣耀空间科技有限公司的首枚固体验证火箭, 装区信1号F在海南发射升空, 此次试验, 不仅是改型火箭的首飞, 也是星际荣耀作为中国民营航天企业, 参与运载火箭研制的首秀, 而在这之前, 国内民营火箭行业里, 还要最早以火箭小字称号, 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胡振宇, 和他的林克航天, 以及01空间VEO舒畅, 在航天产业基金时期的前同事, 林克航天的早期顾问张昌武, 所创建的蓝箭空间, 击魁武, 各家的技术突围之路, 林克航天, 01空间, 蓝箭空间和星际荣耀, 组成了国内民营火箭先驱队伍的主力军, 作为同一条赛道上的选手, 各家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, 他们正向亮剑, 轮半登上美几头桥, 并以早年十分活跃的胡振宇和林克航天, 自2014年陷入沉寂后, 一度陷入破产谣言, 但就在今年年初, 林克航天带着采用大发动机使用控制的旋停飞行火箭, 再次出现在人们的实验当中, 林克航天的火箭旋停实验, 这里的旋停, 是火箭回收和重复使用最关键的核心技术之一, 也是未来实现探院和灯火必不可少的途径,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掌握该项技术的公司, 和研究机构不超过10家, 其中就包括马斯特的SpaceX和亚马逊VEO被所赐的蓝色体员, 而林克航天的官方资料显示, 他们目前仅完成了三款旋停火箭的研制, 重复飞行, 而把于此并积累了大量的试验数据和工程经验, 虽然正如至一的声音所言, 林克所掌握的技术与SpaceX的成熟相距甚远, 但他们仍然是国内唯一一家, 决先要复制SpaceX模式, 走可回收重复利用大陆的民进航天公司, 另一边, 有着雄厚业内助援的蓝箭, 则选择了一条更为基础, 但也同样艰难的液体发动机研发之路, 作为火箭发射的核心技术, 液体发动机的研发, 往往牵涉到一般民营企业很难触及的复杂产业链, 蓝箭很早便意识到了这一点, 他们于2016年6月, 建立了液体火箭发动机一研制团队, 并在今年3月正式宣布, 自主研发的液氧甲蓝发动机推力试试车成功, 蓝箭自主研发的液氧甲蓝发动机, 这与马斯克成立SpaceX初期, 多次前往俄罗斯购买火箭碰壁的经历颇有几分相似, 只有在液体火箭自主研发射取得突破, 才能越过商业航天的护城河, 为液氧甲蓝火箭的商业化应用进程方式避机, 正因为如此, 在蓝箭自研液氧甲蓝发动机制车成功的同时, 星际荣耀已在加满液体发动机的颜值, 但国内, 民营火箭在核心技术上总体能不成熟, 比如近期星际荣耀和零一空间两连发的火箭, 严格来讲都仅仅是控制系统简单, 甚至没有控制系统倒探空火箭, 像SpaceX那样的运载火箭, 国内还没有民营豪天公司成功做出来, 几家民营豪天公司在技术上从无道有的客资探索不然值得肯定, 但在国产民营火箭上TSpaceX的标签显然还维持过早, 民营豪天还需要一枚运载火箭, SpaceX成功, 虽然表明民营企业也可以做火箭, 但并非所有的民营火箭都能走向商业化不实现引力, 虽然从技术层面上来讲, 民营豪天所需的核心发动机技术正逐渐受到重视, 但真正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运载火箭还没有出现, 在这个方面, 国家队的实力还不可小觑, 国内的航天发射主要由航天科技集团成接, 而著名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在全球航天业界, 都算得上是五美价廉的代名词, 以长征三号火箭为例, 其发射成本仅3000万美元, 比SpaceX列宁九号单次发射6200万美元的价格, 还要低随然后卷肯回收, 如此看来, 国内民营豪天公司要与国家对竞争, 如果不像领科那样尝试复制马斯克的可回收技术, 就必须要在成本控制上苦下功夫, 运载能力也是打通民营豪天记录的根本。 另一方面, 在最受商业市场喜爱的运载火箭上, 国内民营豪天企业还没有太大的进展, 正如上面所提到那样, 目前零刻、零一、蓝箭等发射的探空火箭解构简单, 无需控制系统, 其主要技术要求仍停留在如何保证飞行稳定, 如何达到预定的探测高度, 和如何减少达到顶点和落变三步的阶段, 结构更复杂, 动力装置要求更严格, 控制系统更精确地运在火箭, 所要求的技术指标运在此之上, 但更加能够满足商业公司进行卫星发射, 在远航天、空间战舰设断发射需求, 因此, 不管是国内手煤还是民营自主研发, 在第一枚运在火箭成功上天之前, 民营豪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